这个恐怖高温到底还要热多久 今天传来这个消息 观众朋友 是不是因为连日高温的实弹训练 在彰化居然传出了战车营的士官 休息陷入昏迷 最后送医宣告不治 跟高温有关吗 怕中暑更怕煤电 全世界最大的台中火力发电厂 三年前火警浓烟害惨的中台湾 被台中市府开罚500万 结果今天就传出了 最高法院撤销了这一张罚单 理由是什么 这不是一个判决而已 后面讯息量太大 我们怎么来解读 一开始 今天进频道我们来看到 极度高温下的商机跟危机在哪里 俊相先讲这个危机好了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极度高温 如果不是现在这两天 台北的这个午后雷震雨后 稍微降温一下 要不然你看整个台湾红通通一片 烤番薯简直比便利商店卖的那个番薯 还熟透了 台北市的体感温度啊 你说有32度到33度 但是实际上 一般说气象局的温度是设施33度 体感温度可能会来到38 40甚至43度 热爆了 皮肤都会那种汗流汗 然后很不舒服 年年的湿热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抗下暑 就是变成有冰品 那所以这个民间的店家 好事多 他就推出了这个神级冰品特展 品托自由配 你看到这个品托自由配是蛮大杯的 而且他自由配品托五个 999块 1000块还有找 所以就有妈妈 她就直接在上网分享说 我买了10组 一下子让这个商品成为大家关注的交流 在7月初胜下来临之际 是一个这个选择 那素食业者也不落人厚 也要迎战这一波抗暑的这个商机 打造蛋塔其实也是点心 而且是冰淇淋点心 以前吃蛋塔羞腾腾 现在你可以当冰淇淋吃 那还有机车组啊 他说骑摩托车的时候 有一些消暑的小物 比如说安全帽的两杆电 号称你只要放在安全帽里面 不是都会很闷热吗 一样达到降温的效果 不止如此哦 在中国大陆 他甚至去封桌 我们不是有电风扇 电风扇它是循环这样子吹 然后大面积的吹 你干脆把宝特瓶自制的弄一下 放在那个中间 你看这六个宝特瓶 是不是有当他的这个电风扇 打造一个空调一样的两岗 可以放在出风口 有集中的效果 各种抗下属 抗中属的这种 消属的良品也好 或者是消属小物 大作战就是迎来商机 来对抗这个天气酷热的危机啊 这是高温下的商机 可是我们更在意的是 看不到的危机 危机都看得到哪里看不到 没有错哦 我们现在为了这个对抗 非常酷热的夏天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凉一点 那冷气大家都会开 电扇也会开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没电的话 这些冷气和电扇怎么办呢 结果没有想到 最近除了前几天的 那个内湖跳电之外 北部的跳丸 换成南部跳电 这是萝卜蹲吗 对这是萝卜蹲吗 萝卜蹲完换另外一个萝卜蹲 北部跳丸换南部跳 南部跳丸再换北部跳吗 结果你看到 板桥跟高雄 昨天晚上也接连跳电 从内湖到板桥 板桥马上跳到高雄 那下次呢 希望不要跳回来 桃园或台中或其他地方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又是电力供应的 不稳定造成 那我们来看 现在这个台电公司 这个也宣布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 智慧家电 捷电的这个事办的方案 这个虽然不是强迫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捷电 结果就被大家发现说 你每月节能 号称说两度以上 可以想用户48块钱的 固定电被减免 台中就说 这没有强迫啦 这事办 而且我们是选 美国跟日本 不是台湾独有的制度 美国日本也是这样做 那我就跟大家讲 的确 美国日本是这样做 就以美国为例好了 美国的新装公司 它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尖锋时刻 把这个电力 送进自家的这个电网 然后客户不会停电 然后也避免再继续烧蓝煤 注意哦 美国是为了 他们现在要淘汰 他们30%的蓝煤电厂 他们准备要进入 这个核能的这个过渡期 所以他们希望配合 他们的这个民众配合节电 我们不反对节电 但节电也是好事 但他们的节电的这个节能方案 他们可以让他们民众用户 每个月 省下几十块到几百块美金 你换算下来 没有上千块 也有没有上万块 也有上千块 好几千块 不像我们 我们则是 我们要烧很多的蓝煤 我们不要核电 跟美国和日本 是反其道而行 如果你要学美日的话 你为什么不学测底点 人家是要淘汰蓝煤 然后进入核电 你是要淘汰核电 进入蓝煤 那你怎么还会叫学美日 而且你明明就缺电 所以才要这样子抢电 说到了重点 一手在废核 一手在烧煤 这是什么逻辑 前秋代我们来看到 今天大家在讨论 这一个判决简直是匪夷所思 中火 全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台中火力发电厂 三年前 你看这样的浓烟 结果他被台中市政府 直接开罚五百万 结果今天发现 哇 最高院把这个 这个这个财阀 整个给他翻过去 罚不动 那罚不动以后就怎么样 更火力全开 用费来发电吗 台中人用费发电 那个晚上2021年的时候 烧到除了有异味之外 漫天的黑烟 废发电这件事情 以为罚五百万 可以遏止台电吗 因为当时罚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煤炭输送带 上面的管理 发现有人为疏失 他很老旧 而且在煤炭输送带 管理疏失很严重 所以有人为的情况之下 加以最高 科以五百万的罚单 所以烧出了这一把火 背后是人为管理失当 是 那个农员全部被中台湾的朋友 大家就这样吸进去了 活不下去 那个异味小朋友 怎么可以承受得起 老人家呼吸道 整个都受到很严重的伤害 所以开了五百万 就一审本来是赢的 然后想不到台电最高法院 竟然又逆转了 就败诉了 现在这五百万罚单 居然是撤销说 罚款无礼 这种逆向行使的情况 发生在台中 也不是只有第一件 很多件 例如现在整个能源政策 都是在往回走 好 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那个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 今天农烟都事实 你看到画面也都在那个地方 罚不了你 罚不动你 尾三 今天大家讨论 背后的一个政治 后座力会是什么 也就是说 今天好玩你就火力全开 反正中火你也罚不动 那以后不管你烧什么 都不怕了 台电就给他火力全开 会不会造成这个效果 那赔偿的不就是人民 呼吸道 大家的健康吗 你怎么看 是 我要先解释一下 就是到底这个最高行政法院 到底在判的这个理由 跟这个结果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好 所以今天 我们看到最高法院 行政法院他去判定 那第一是其实本来 这个一个是台电去告 这个台中市政府 说实在这个要告赢 机会很低 在基本上在行政法院里面 你要告赢的话 大概只有20%的几率 那今天这个最高法院 就是判他驳回 并不是说你不用缴500万 你只要缴0元就好 不是这个意思 今天最高法院其实就是说 你今天这个500万判的这个数字 是不合理 你的计算方式怠惰不合理 你请你回去重判 所以这并不代表说 到时候这个台电 是不用缴钱的 经过台中市政府 重新去计算钱的话 还是有可能是500万 所以这都很难说 只是说这个法院是纠正说 你这个判的方法不太对 那我要说明一下 这个判断的方法 其实是有一个法律的准则 它叫做公司场所 固定污染源违法空气污染防治法 应处罚还额度裁罚准则 也就是说所有台湾的 要裁罚多少钱 它都有一个准则 那这个准则 它的计算方式大概是这样 这个第三条啊 它有特别写说 这个它有一个计算公式 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ABCDE 这个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污染的程度啊 这个污染的特性啊等等 乘一乘之后 到底有多严重 它会算出一个罚金 它是个固定的 所以今天重新算之后 也有可能还是五百万 那所以今天只是说 你今天这个算的方式太简单 你就直接说 我要罚你最高罚五百万 那今天这个市府 这个法院请你重新判 其实只是这样而已 那我觉得这个是这样 其实并不是说 中火要火力全开 其实像我们一直在改变 就是说我们希望 让这个发电从燃煤转成燃气 因为燃气的 这整体的这个所谓的污染量 大概是这个燃煤的五十分之一 或是一百分之一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在把台中的 这个火力发电厂做一个改善 我们要把燃煤机组 慢慢态换全速改成燃气 那希望让台中的伙伴们 不要再好像用废发电 我们希望用一个更干净的能源 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 就更安全的这个发电来源 那同时也让大家 可以呼吸到更好的空气 好 我想其实讲到一个重点 钱秋 他刚刚提到了 燃油变燃煤 燃煤在转燃气 就为了降低那个碳排 对 这个方向是对 可是你刚才特别点到了中火 中火是竹帆不及被窄 他光是这个所谓的转换发电的方式 也在玩文字游戏被抓包说 哪有这样的 为了市民的健康 结果你基础越换越多 基本上民进党外面都在打雷 官员如果再一直这样说谎下去 小心啊 你对不起台中人啊 你们被雷劈啊 怎么说呢 去年明明也答应台中人啊 官员告诉大家说 2022年提出来的 然后到去年的9月的时候 要选举啊 各种的可能性 现在是6加6 火力不但全开还加倍的开啊 台中人对不起你吗 因为选情不如你预期吗 他就欺负台中人吗 云林也一样啊 所以都是以 哇 蓝绿执政不同的地方来欺负人啊 好够好骗嘛 最重要的是 官员曾经给地方民众的保障是什么 这个保障 纯过水没分耶 过了就算了 现在问题是 去我们的统计数字告诉大家 肺癌 已经去台湾人癌症死因的第一名 而且还不断的攀升 这就是像台中人一直在抗议啊 包括台中市政府想办法要让燃气组啊 扫几组啊 或低想办法低耗能的方式来发电啊 可是现在是没办法 为了要救台湾 我们要喊AI救国啊 可是AI的方式高耗能 我们只好用肺来救台电吗 你看台电2016年还通过 要新建两座室内的煤仓 什么意思 那个煤炭看到画面 可以看到铺在外面 漫天的这个煤灰啊 可能的沉沥状的污染物 空中到处飞 这要哪里去 你几台中人而已 南投 一般来想南投在山林里啊 好山好水啊 没有水啊 水比较远在台中啊 好山 美好的山林 呼吸空心应该最清新的 一呼吸通通都是煤炭的 排泄的这个污染物 为什么 现在污染最严重飘过去的空污啊 都集中在南投县 这种污染的今年本来答应 要两座煤仓 又改成室内要完工的 八年了 一座室内都没启用 还在骗 那更何况是 卢秀燕批 为什么说 全球第一什么意思 台湾之史 其实这个高尔的 美国气候追踪基金会 是非常有国际公信力的 他在公益基金会的 永续团体里头 认为判断 全球所有的发电厂里头 8545座发电厂 台湾第一名很少吧 这个第一名 我们是全球里面发电数量 其中耗能最高之外 也造成了空污最严重 全球最严重 台湾什么时候拿过第一名 就这个时候 这个污染物多高 那当然台电 还有其他单位就说 这个计算基础不一样 跟我们计算的不一样 说真的 以世界国际的公信力来讲 我宁可相信 这个美国气候追踪基金会 谁相信台电 台电骗人 小心雷汇皮啊 如果电不够 那就是超完美公报了 真的让我们完全不能够掉以轻心 观众朋友 已经热到让人不忍足堵的地步了 在巴基斯坦 它的热浪直逼50度CM 人命居然这样就没有了 马路走上一段 居然经见30个人 曝尸街头 在中国 暴雨洪灾 江水暴涨 湖南长沙居然看到了这一幕 你看到那个是什么 好几十匹价值 几百万的名贵马匹 游过江水 奔乡逃命啊 高雄的人物区啊 竟然出现了火瀑布 哇 金金盖路段的这些驾驶 看到这一幕惊悚的画面 原来 浩自灯起火了 我们看啊 这个浩自灯当时 熊熊的火焰 导致浩自乡也跟着陷入黄海 那个是爆燃哦 爆燃 结果你看 火星全部往下掉 所以有人就讲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会有这样的恐怖火瀑布 那我问你啊 他这个原因造成是因为 单纯的袖头而已 还是因为高温 引爆了这个所谓的 自燃的现象呢 高雄人看到 一般人会觉得 也许是配电箱短路 但也有人说 会不会是天干物燥 小心起火 真的是因为热到自燃吗 好 其实不要小看 一下下大雨 或一下这么热 这种极端会导致连锁效应 大家去看小玉西瓜 我说小玉西瓜今年 竟然会欠收 这怎么回事 连台南瓜农 都觉得摸不着头绪 仔细去深究原因 才发现 原来这些小玉西瓜 一它怕非常热 二它怕非常晒 如果今天你很热很晒的话 它容易长不大 那如果是我刚才所说的 这几天 这一个月 这些突如其然的暴雨 会导致它变烂 所以你又变烂 你又长不大 导致今年的小玉西瓜 就因为极端气候 呼雨 呼热 导致它会欠收 两到三成 不过我觉得 主持人刚才所讲的 被热死 那才是听起来令人手动 巴基斯坦 它的大臣克拉吃 你相信吗 我说的是大臣 结果现在 吐尸片野 这让人看了 觉得心疼 鼻酸 原因是什么 就热 一个字就是热 热到多热 四十九度 观众朋友 你知道四十九度 会导致这些人 为何会因此而丧命 原因很简单 我举一个 巴基斯坦 克拉吃的警卫 他说 好热啊 我上班上了十二个小时 我觉得身体好不舒服 回到家 跟家人讲 给我一杯水 我好渴 结果那杯水 都还没喝完 崩倒地猝死 来 医生的解答是什么 因为热会导致 我们身上管路 血管里水分的流失 因此血液变融稠 吸引性的疾病 就在这时容易发生 克拉吃总结 竟然发现 有五百多人 因为四十多度高温热死 甚至有一天 送进来 近一百五十人 罹难者的遗体 在医院的太平间 好可怕 六天死了 超过五百个人 一天可以 塞进来 一百五十具的大体啊 对 那么这么热 会让人家 突如其然 而冷不处防 那么热 或者是大雨 还会有什么 你想不到的灾难呢 镜头 移到俄罗斯的南边 你画面当中看到的 我知道 你会觉得 这到底跟热 跟雨有什么关系 我们先来看灾难的现场 是一个 有二十多节的火车 因为出轨 导致有酒裂的车厢脱轨 你看 它整个从 轨道脱轨出去 那个高低差 我问各位 如果没有人搞鬼 又为何会脱轨呢 原来是大自然在搞鬼啊 大自然因为下了一个让当地忍不处防的暴雨 结果巡路员一时不察 没发现轨道的地基已被暴雨掏空 轨道位移 火车经过那边 砰一下就像骨折一样 砰就翻到旁边 九辆列车全部通通翻到这儿呢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 大家有注意到吗 救难人即使赶到现场救援 为什么人这么少 因为你们旁边都淹水吗 救难人说 连救援都因为暴雨而进不去 所以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 忽冷忽热 很多意外 始料未及 但我觉得下面这个画面 看起来不止金手还很诡异 镜头移到中国的重庆 有一个国小五年级的小学 走一走 突然好像掉入了天坑一样 我问各位 我说的是重庆 我说的不是乡下 怎么你走在人行道上 小女孩可以走一走 仿佛掉入无底洞的天坑 当然我知道观众朋友一看就知道 那是人孔盖被打开 谁恶作剧 结果也没有人恶作剧 是大自然地在跟你冲地 它大雨一来 把人孔盖整个浮起来 冲到旁边去 那雨退了 水退了 结果人孔盖没有人盖回去 所以我们看过这个画面 就是那个大雨 结果造成了下水道 整个暴涨 那个力量推力很大 他把那么重的铁盖顶出来 而且小女孩掉下去 为什么大阿七才把他救起来 因为他掉下去之后发现 他下面下水道的水位还是很高 淹死都有可能 对 让他几乎灭顶 所以旁边的人才会赶快去局去 救 不要小看这波暴雨 你刚刚听到我从台湾 一路讲到了东南亚 或者是这个印度 巴基斯坦等等 还有一个是 你知道北京 这是比较偏北的地方 结果延庆区跟你说 这边真的 你会看到你们是不是南热北冷 其实不是 是因为北京的延庆区 遇到了热队流强盛 所以导致他下出了冰雹 他不是真的冷 但是他是因为热队流旺盛而下冰雹 这个冰雹比我这几天 跟关的朋友报告人都大 因为他的直径来到五公分 就是跟鸡蛋一样大 那下下来打到人 那会痛得要死 会伤受伤的 而且那个冰雹可怕的是 观众朋友你去看 那些落叶 已经被冰雹打到 噼里啪啦 七零八落 还有那个河水又 对不起 烟的水又没有退去 那冰雹就在这边 变成了冰河 累积多深 一公尺深 太可怕了 这都是极端天气 极端灾祸的现场 我们知道 动物都有求生的本能 来看看 中国居然上野 一幕一幕又一幕的 动物大清洗 牛要过河 但是突然遇到 河水暴涨 这一幕看得让人家 惊心动魄 我们都在为他加油 希望他不要被 湍急的河水给冲下去 不过天不从人愿 你看就这样子一个小 冲走了 一个小地方滑倒 啵一下就被冲到下面的 这个河水的高低差 小步步 最后不见踪影 那么这些动物 有的靠本能 有的就是靠他自己的运气 那有的呢 靠人来救 我们把镜头移到湖南的长沙 37匹价值 总共上百万人民密的马 施主赶快请救难人来救 怎么救 37匹马为什么要听你的 很简单 就来人到现场了 只要安抚头马 就是第一匹马就好了 极端气候 它是没有尽头的 很多人只能说 现在要自求多福 武器爆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武器爆新闻 巨像还有优秀的武器爆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花真强 美人 砸 量 雨上 полностью 继续为大家 机要 锁 能发 5 魔鬼 ats